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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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再故事 這樣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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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第八屆的牛麵 那時候我們金華拿到了清燉的冠軍 紅燒的雞菌 我們利用炒菇的香味 把乾菇去炒炒香之後 然後再添加下去 它裡面還有大量洋蔥去 讓它味道更濃郁 那你吃起來就有菇的香味 還有原本清燉的清甜 所以它會多一個層次 我們只用台灣的本地牛下去熬煮這個湯汁的 因為是最新鮮的牛 肉食採用澳洲牛煎 紅燒的部分 我們那時候是飲用豆瓣醬 我們在豆瓣醬下有很多功夫 它煮起來那個紅燒味道 就是跟外面的不一樣 好吃的麵 你第一口下去它是 你就覺得它是沒有添加很多東西 然後它是純麵粉 純那個大麥的味道這樣子 因為你過多的添加物 比如說你摻了很多粉 它會失去它本來的味道 十六歲就開始出來 就是不讀書吧 就是出來跟師父學功夫 那時候很多香港人 就跟他學那種廣東菜啊 樂菜這個 那學個兩三年 我就當兵了 當兵完 就出來在幾家小餐廳做做做 那機運的話就是到有一個 二十三歲的時候就進入金華 慢慢的廚師的路就是在飯店裡面 跟很多師父學習一些飯店的模式啊 它這個管理啊 還有煮菜的方式啊 一路這樣來 在金華也做了二十二二年了 那來到 在金華有待過 像之前的採風圈 俱樂部 然後甚至去信義區的伴奏會 就去伴奏的經驗 那09年來到顧風金華 這是一個全新的一個殘寧中心 有點像國家門面的 對 來 媽媽小時候煮菜 我們都會跟在旁邊看 其實媽媽的味道的記憶 是非常深刻的 那其實我覺得麵齁 它麵條本身如果 它的麵粉純度夠 它麥香夠 你是一個清湯 那加一點肉 就要提香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 很好吃的清湯麵了 我是覺得我愛這樣子 這是我愛的